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達方圓之間的節目 今天要和大家談華為 我們從兩方面去講 現在華為的單點突破 證明了我們華人有所為 從第二點的角度 第一點的角度就是戰鬥級的一個反擊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其實我們這個突破 會打擊到美聯儲 即是從經濟的角度去看 會有什麼效果 一直以來其實 美聯儲惡意加息 其實這個目的 是什麼呢? 是很明確的 其實他就是想 將我們現在中國 我們有內王內債的問題 他想逼爆我們中國的內王內債 就是這些經濟問題 內房內債 對 內王內債 沒錯 因為這裡做港房地產產業 大家都知道 聽到前一陣子 又恒大逼具縣 我們都做了很多期的節目 講這些房地產公司 他確實是存在一些問題 他不斷地加息 他就會開始可以 想用這種方法去逼爆我們的內王內債 因為這些公司 當時都是在香港上市 發行了很多美元的債券 所以他想通過加息這個金融手段 去逼爆這些產業 為什麼華為的技術突破 又和這個有關呢? 我們去探討一下 其實華為這個單點特殼 他會引領整個產業鏈 他單單這部相機 其實他不只在9000S那個芯片那裡 拿到重大的特殼 其實他在整個手機的電腦板的時候 不要說九成 我哪怕現在是八成 是國產化了 因為以前 你回居兩年前 當時 任正非大小姐 被加拿大潛制住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拆解一部Mate 30 應該有百分之七十的芯片 是來自外國的 日本、韓國、歐洲、美國 多個地區的一些電腦板 是有七成的 但是現在你拆開一部Mate 60 你看看 不要說九成 我們謙虛一些或者低調一些 其實哪怕八成 整個產業鏈的規模都很大 也都有經濟的評論家 是估算過 這個是已經可以 就是你國產化 你帶動起我們國內的產業 其實這個 我們就換言之 我們可以用人民幣 我在國內可以採口 證明了人民幣 已經可以替代這幾十萬億美元的產業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幾十萬億 其實整個皇帝產的產業 才是三百多萬億人民幣 那我幾十萬億的美元 折算在人民幣那裡 其實已經是三四百萬億人民幣的規模 我們可以削減或者緩減 或者相對來說減緩我們外匯的壓力 因為你美元其實你現在 美聯儲你愛爾加息 無非都是想把我們 迫爆我們的外匯 迫爆我們的債券 迫爆我們現在房地產的產業 這樣其實我們換言之 我們這個產業的特起可以替代回 我們努力耕耘了幾十年的房地產這一部分 我們努力耕耘了這個 是我們老百姓的幾十年的生產 那如果真是被你刺破錯 或者被你搞到大家 有房又入住不了 整個爛尾在那裡 然後房地產公司由於債務的問題 又破產又清算 它沒有辦法再興建下去的時候 我們的老百姓是很慘的 那通過這個產業 我們緩解了這部分的經濟問題 這樣就認到美國利用美聯儲 一連串的經濟圍堵 就是這些我們不要說根樹圍堵 或者是經濟方面的圍堵 它又會打破了 所以在這方面其實 單單純看我們現在科技的單點突破 其實它是帶動了整個產業 令到我們有部分的經濟問題 可以用另外的之前被人誇博 現在要解決的這部分 可以替代過來 這樣就可以緩解了 我們現在的內房內債問題 我不知道大傑Sir 聽不聽得明白這部分 這部分 很多人都看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從另外一角度去 看到這些深層次的問題 有關這個情況 內房內債的問題 我們的債務 老老實說 真是幾多下 這個多 是維持在健康的水平上高 你看到現在美元不斷去加息 加息的情況 令到大家借貸 或者去舉債的成本 是增加了很多 我們現在的問題 就是當年房地產的問題 好像是不斷地爆雷 但是這個爆雷 我始終都是說一句 我是覺得這個爆雷是爆得很正確的 時間正確好的 遲些爆雷就很嚴重 如果被動爆 這個問題很嚴重 那麼這個華為 是不是可以令到我們的 整個產業 或者整個國家的收入 更加向一個不同層次的方向走呢 我覺得是絕對認同的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個人的觀感 整個我們華為的產業 其實我們不需要向高通 以及其他的一些先進的芯片 去購買一些芯片回來 大家不要覺得好像很少 其實我們購買的芯片的數量 好像是幾千億片的晶片 這個很厲害 我沒有記錯的話 方先生 這裡補充一下 因為麒麟9000S 它現在試水在自己的Mate60 或者另外一個型號 那裏 後來它就會吸引 例如國內的NewEvo Oppo 小美 其他的 例如荣耀 這些 如果這些手機的芯片 我不採購你高通 我用華為的 你想一下 這個產業鏈有多大 其實我不追求更薄更輕 我可能沒有你 真的沒有你高通那麼厲害 但是 現在這樣 你看看 戳戳有餘 應付我們的日常需要 甚至是非日常需要 例如衛生通話 這些 都已經戳戳有餘 夠了 其實不用去奢望 好像蘋果那樣 又去到又薄些 其實我們不奢望 不是不奢望 X5那個其實不是奢望 我們是薄過蘋果的 你想一下 三個屏 你怎樣 我們謙虛一點 低調一點 但是這個是事實 又有個小插曲 分享給大家 近期蘋果也發佈了 發佈了它的新手機 大家有沒有知道 有沒有留意在哪裡查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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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產 有沒有人買 有沒有人買 有 我不知道 有 很多人買 很多人還在排隊 又提高價錢 好像推得很厲害 最近我都有看到一些資料 因為 開賣 一開賣的時候 好像有很多人 我們華為手機 還未在國際上推 所以現在你在外面找高端的手機 基本上華為是水貨 在西方其他國家 都是在用iPhone 大家要去想這一點 我講個訊息 我講個訊息給大家知道 好 歐盟 應該是歐洲那邊 它是有個不知是甚麼規定 或是法律條文出來 知道 iPhone12 不讓印度產的iPhone 在歐洲售賣 這個也是 沒錯 是不是 是 然後 它是給中國產的iPhone 在歐洲售賣 大家自己想想 然後 印度產的 又賣去中國 大家明白嗎 我們中國雖然是開放 但是其實 我給我現在知道的版本 以前 在中國買iPhone 都是要排隊 是買不到的 但是 現在 有人告訴我 它又是 有人已經發了視頻的了 即是有人錄了 即是去搶購 去甚麼那個過程 它竟然 它發 即是好像以前那樣 叫了那些親戚幫它買 它竟然一次過 它很意外的 這一次 它一次過可以訂了五部 嗯 明明甚麼意思 以前它要找五個親戚友 幫它去買一部 手機 才可能搶到一部或者兩部 但是它現在又是同樣用這樣的方法 已經買到五部 即是 不優買不到 是這樣的 所以 當然 我也有賣 我也賣了一部給我 他們喜歡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沒有甚麼界限 即是你喜歡而已 沒有東西的 你說先進一點 低端一點 我沒有所謂 最主要 因為這件事 最主要是 我喜歡 和我用得方便和舒服 人和人之間都有不同的雜貨 我用華為 我女兒用iPhone 我們沒有政治的方向 也沒有任何一些歧視 那單憑這些現象 就知道 其實 現在 不是那些網上說 搖搖領先或者是吹出來 其實實質上 已經是搖搖領先 而且證明了 為何歐洲那邊 准許中國繼續在歐洲買 而不准印度的產品在歐洲買 就證明了我們的工廠 或者我們的產出的質量保證 因為印度產出來的是50%的成品率 即是質量通過50% 我們中國的是很高的 一直以來 就是和護士康 護士康是台灣的 雖然但是他設廠都是中國的 都是通過我們中國人民的手 流動人民的手 是製造出來的 是加美物廉的東西 對 沒錯 有人去炒 有人去買 我們中國是自由的 即是今次的整個銷量 是比以前的信息 即是大部分人都是買完之後 跟著的時候就賣了轉售 是想賺錢 亦都有人想要一部新的蘋果 這些都不奇的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就覺得 今次 遙領先 大家知道余成東最喜歡說的 我們看到整個產業鏈是不同了 而那個產業鏈 才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基礎 如果當我們整個產業鏈 還要依賴外面 即是西方其實給我們機會 即是我們應該感恩我們的敵人 我一直都很喜歡這一句說話 你會有人鞭策你 你才會進步 如果你沒有人鞭策你 你躺著贏的 你怎麼進步呢 其實蘋果 因為 美國 制裁華為 他真的是躺贏的 你躺贏了 就不思進取 即是今次 買 沒有問題的 即是大家喜歡 或者誰去買 其實 我們都知道 任正非都說過 其實我都是果粉來的 我都買華為 沒錯 如果你說 任正非 請說 任正非有句話的 那你 買我華為產品的人 不代表你愛國 你不買我們產品的人 也不代表你不愛國 即是好像說 你用iPhone 不代表你不愛國 你不用快福 也不代表你愛國 所以 所以我覺得 我們都是要學美國的一些 做法 還有 我們大家互相交流 如果 你說 中國禁用 蘋果手機 他第一個出來反對 當然 大家做生意 優勝劣敗 大家比蘋果 你技術好 就技術好 雖然華為 真是 很狼的 我經常都說 做生意是很狼的 極狼的 這次我們看到他新推出的 就是問界的 新能源車 其實都很狼的 老實說 你真是 牽開價格戰 老實說 對不對 但是 大家看到 你用料那些 根本就 不是這麼便宜的價錢 可以買到 但是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說 當然很棒 對不對 現在這次 我們整個面對 產業鏈的問題 或者金融的問題 我們也是看到 接下來 2024年 一定有非常大的一個變動 這個變動 我想是向好的 大家看到 當老美在不斷說要加息的時候 一直在唱衰中國股市 中國股市好像現在 慢慢逐漸回復一個正軌 就是人民幣貶值 有其他東西 大家看到在唱衰 但是現在是越來越好的 為什麼呢 一個問題 好像在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不知道 方先生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對這一點 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 我們慢慢再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後面我們 再跟大家慢慢聊 後面我們找節目再聊 好啊 多謝方先生 今天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為止 請大家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接下來還有很多有關華為的情況 會和大家談 因為華為的經濟和實力 對中國影響很大 因為不是一間公司的問題 而是很多公司的問題 請大家繼續留意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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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